射手座的形勢一片做好 運勢漂亮到雲開心到陣 尤其如果你們是跟Taylor Swift同一日生日 那吃這個好運就會更加之眾了 真是不得之了 例如我本人啦 我真是跟Taylor Swift同一日生日的 大家是不是聽得出我很興奮 就算不是同日啦 但是前前後後呢 都會令到你們的機會是大大提升 所以我在這裡真是很希望呢 下期可以跟大家去報一個喜啦 如果我可以去得目這個宇宙的聖恩這個好運 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那麼開心呢 第一個最肯定就是 有機會脫蛋 不過在這裡給一個general的tip 就是我以下所有講的好運 全部都麻煩儘量爭取在十日之內 即是你們看完這條片的十日之內 就是令到它成事 快點令到這個機會發生 如果不是越過的話呢 尤其是去到今個月的農曆十五 和滿月呢 那時候的那個星象非常之差 所以盡量爭取在十日之內 搞定這裏的東西 射手呢 過去就真的很辛苦很忙 尤其是工作啦 但是就算有些人可能 噢現在是待業的 但是總之你們每天的那個schedule裡面 都會有很多濕生的事情 可能有時候會見朋友 或者要去搞家務 那很多事情是忙 但是現在呢 就真的要去娛樂一下自己享受的人生 所以呢 拍拖是一個宇宙送給我們的禮物 還有你不要以為一些 哦 跟誰的人去談解小火花 是很微弱啊 原來分分鐘這個小火花呢 是可以 即是火燒 即是那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是可以燒成一個燎原之火 分分鐘是變成一個 非常之認真的長久關係的 所以真是恭喜大家 還有恭喜我自己啦 不過記住 在默色對象之前 在準備自己要去拍拖之前 記住麻煩 跟你們的X 或者一些一直不成功 但是又在那裡糾纏的對象呢 斬攬 講起X呢 其實我知道很多射手座 例如和包括我自己啦 都很喜歡跟X去keep in touch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呢 不妨可以在CM去分享一下 如果反應熱烈的話 我又可以就著這個題目去 做一些的講解分享 因為這個 都是一個很有趣 對於射手座的課題來的 不過言歸正傳啦 那為什麼要快點去斬攬呢 因為其實 你想一下 如果這些人 一直在佔據你的人生 其實你都 代表你走不出一個空間 去給一個新的對象 自然宇宙就不會送這個新對象 送這份禮物給你 是不是 還有呢 不單止那個X 我剛剛都說了 一些一直不成功的糾纏對象 對啦 還有尤其是一些你以為 哎呀會work 還有你會很想去benefit 從這段關係的這些糾纏對象 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射手座都不是蠢人來的 射手座其實是一個挺聰明的星座 相比起例如 我不是說得罪人 但是白羊 白羊是比較思想簡單的 但是射手座是挺聰明的 OK 還有詩字都是很簡單的 好啦 所以有時射手座找伴侶的時候 他可能都是會往一個好處去想 我當對方有沒有錢啊 或者他有沒有其他好大脅啊 或者在現在這個時勢 哎呀 對方有沒有外國護照啊 對了 但是以上種種這些東西 不要想啦 還有如果一直不成功 你經常希望成功 但其實到現在都不成功 就是不成功啦 快點斬掉吧 最重要是認識一個新的人 因為這個對象九成是新的 OK 透過什麼的途徑呢 根據星象 原來見到電子科技是幫到你很多 所以真的不妨用交友APP 去認識一個新對象 就有望出撲成功的 或者如果不用交友APP 那就要找朋友去介紹啦 響息了這個新對象之後呢 記住記住 Chat多些 不斷在那裡聊天 不用見面的 甚至我當就算你們真的見面的話 都是以思想交流為主 那晚的重點 就不要走去吃晚飯啊 去哪裏吃東西啊 去哪裏看戲啦 還有記住 真的要盡量表現多些自己的想法 即使這些想法呢 有時是比較奇怪啊 但是都不要怕 因為這個對象呢 他不會judge你不得止 他還會很appreciate 原來你有這些這麼怪誕的思想 不過說真的呢 我都不是很擔心蛇手座的 因為我們一向都出名是忠於自己 所以記住啦 心動不如行動 你真的要去主動識人 去主動撩人 或者你不怕面膜 你找朋友去傾訴 哎呀我成功了很久了 我放心寂寞啦 去介紹伴侶給我 那可能你的朋友 就會撞你一把 說了那麼久 都是為非單身人士 如果你不是單身人士 不是 即是我說了那麼久 都是為單身人士 如果你非單身呢 那你就可以跟你的伴侶 接下來是有很多的高談闊論 整個過程是真的呢 小聲小聲 悶在溫馨 那樣的 還有就算我當你們之前 你們的相處有點嚴隙啦 接下來呢 都可以一笑 敏恩壽 記住那個笑 接下來你們是很多的小聲 很多的歡樂 還有非常之建議 跟你的伴侶一起去做運動 還有跟伴侶之間 就住生育 生嬰兒 小朋友的這些問題 如果是遇上過麻煩 在這個農曆三月 都是可以原本解決的 在這方面呢 其實是有一點點像天秤座 你們有興趣可以去聽天秤座的東西 那都幾乘用到射手座的身上的 但是呢 尤其是 但是天秤座他們呢 會比較是著重於利益的瓜葛 但是對於射手座呢 就是那個重點呢 是說你們很happy go lucky 這些東西是很自自而言 會迎刃而解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開心呢 最後射手的工作方面呢 是絕對可以考慮 跟別人去合夥 合作做生意 又或者不是的話 都會有一些很重份量的人 會帶來一些很大額的生意給你 所以記住一定要say yes 然後最後 如果你們有做一些小研究 小發明 尤其是科技方面的東西 但是坦白說 香港也很少人做科研 但是可以有些什麼科研的東西呢 我不知道 當作寫手機APP 或者是一些IT的program 又或者再退而求其置 純粹任何的創作 包括你去做一些小手作小手藝畫幅畫幅畫 都可以在這個農曆三月是原本解決的 那就真的祝大家未來美麗在網 還有最後提多最後一次 這些東西全部趁十日之內 很好把握 最後提回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生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之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星運那些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